我終於目前找到了 我覺得日本的第一名 真的啊 其實剛剛騎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點 我覺得太棒了 湖水跟路幾乎是平的 如果這邊緯度低個30度 我就帶我女朋友來移民這邊 我真的覺得這邊超棒 騎這兩台車在這條路上 好輕鬆好悠閒 深入暖和油 好感人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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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可以 我必須說 九州騎到這邊 我終於目前找到了 我覺得日本的第一名 真的 我說真的 我昨天看那個Google map 然後看一些別人拍的照片 可能他們拍的技術不是很好 我真的不覺得這個忽悠什麼 可是來到這邊之後發現 漂亮 漂亮 美 各位可以看這樣子 尤其是剛剛騎過來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點 我覺得太棒了 湖水跟路幾乎是平的 如果這邊緯度低個30度 我就帶我女朋友來移民這邊 低個30度 它可能就不會長這樣 但是這邊真的漂亮 可是4月底 還只有10度 我就覺得 而且附近有一些路才剛開通 很多都冬季封閉 扣掉這點 我真的覺得這邊超棒 騎這兩台車在這兩路上 好輕鬆好悠閒 我覺得10和10和10和10奧路來 其實真的是可以讓大家待很久的地方 它的美是真的很純粹的 真的很適合無論是走路啦 騎車 騎腳踏車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我還想再來這裡 我們在這裡 很棒的地方 著述 這什麼非常高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孔山廟的入口了 那這邊就是他們所謂的山徒之川 其實就是日本認為他們要進入極樂淨土之前 會經過這個山徒川 就對我們來講很像奈何橋的那個感覺 然後這邊之後你就一直聞到硫磺味 真的整個空氣都是硫磺味 他們覺得就是過世的人或者是動物 他們就是會經過這裡 會來到這裡 大家都會來到這裡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來進去看一下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 這邊三點半進去 四點要離開 四點要關門 四點之前要走出來 好 如果你四點沒有走的話你就留在地獄 留在這裡 對 好走這裡 剛剛你那個看到那個湖很漂亮 但是它其實是不能下去的 底下是牆磚 難怪就是日本人會覺得這裡就是 跟地獄一樣 對所以很多人他們是 可能為了他的祖先 可能為了他的小孩 對大家就是 會有不同的目的 來到這裡 對所以其實 就是我很想來這裡是因為我很想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文化啦 這邊是希望之中 東北大震災才立的這一個 對然後旁邊這一個是那個 極樂冰的一個告示牌 好像走完地獄了 然後到這邊就是 極樂淨土了 就是你已經到那個極樂淨土的感覺這樣子 可是不要看很漂亮 它這邊禁止下水喔 因為 感覺也都是硫磺那樣子 對第一個不單純只是因為 那個就是 對死者的尊重 的信仰的感覺 也是因為這個湖水是 強酸剛剛講過的 所以它這邊是禁止下水的地方 傳說就是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你小孩子夭折的話 有沒有他 進入到孔山那邊的時候 那他們會 因為 你沒有進到孝順父母的責任 所以呢他們會要求小孩子就是要把石頭堆的跟他自己身高一樣高 可是就會有那種惡靈 去騷擾這些小孩子然後把他堆的石頭打散這樣子 讓他永遠堆不到那還永遠就在地獄無法輪回投胎 那他們的父母為了避免讓小孩子無法投胎 所以他們會去孔山 然後去 幫小孩子堆那些石頭 所以你到我現場 你會看到很多那些風車啊 那些石頭啊 其實了解他背後的意義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邊真的是 會讓你就是 帶著一點 悲傷 然後走完整趟的 那種感覺 悲傷 我們到了旅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段落了 對 真的 夏北半島國家公園 大堅棋 大堅最有名就是鮪魚啊 你看他說他這是一隻400公斤的大鮪魚 大概就這麼大 這是真的比例大小 真的比例 你看這裡有寫400公斤大的 400公斤大 而且你知道他們這邊都是用 他不是養殖的 是釣的 這邊有他寫一本釣的 一本釣 對 他們這邊就是專門在抓這個鮪魚 老闆 晚上鮪魚洞啊 沒問題啊 什麼鮪魚洞 我們終於抵達這邊了 晚上我要讓你吃到就是 電乘鮪魚 每天拉出來都是鮪魚 OK OK 好 就這麼決定 好來 為什麼今天要特別來大家在這邊 第一個這邊是 本州最北端 各位看那邊 我們看到的到北海道了 各位 好多海鷗喔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到北海道去接 我們台灣來一起騎完北海道一週的 一起達陣 朋友了 然後呢 就是北海道這一次就是 因為剛好遇到黃金洲 對 然後其實阿強他們就是 有考慮到這一點 很專業 對 然後還大堵車 其實我們剛剛找飯店的時候 就已經到了 大家打好幾家 好不容易有一個阿姨願意收留我們 對 就是這邊不能 他說明天沒有 然後因為沒有黃金洲 對啊 想說怎麼三個笨蛋都不訂房 就自己跑來 自己跑過來 誒 今天晚上有沒有住宿這樣 那麼不怕死啊 好啦 現在本週 這邊騎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們到了一個 算是一個很高一段落的點了 對啊 然後一路上也騎遍日本 對 從最南阿蘇山騎到 這邊下北半島 你看北海道那邊有沒有 在雲霧之中飄渺的感覺 是 那應該就寒管了 好啦 那個接下來就希望 台灣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享受最後的旅程 這個日本來過這麼多次 騎這麼長 這樣子還是真的是第一次啦 覺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還不會膩耶 就叫我繼續騎下去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真的風景很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大間杜輪了 我們等一下要搭杜輪到北海道去了 這個船它有從青森也有從大間這兩個地方 那我們是選擇從大間 大間的話一天只有兩班 一班是早上7點 一班是下午1點40分 然後我們是要打1點40分的這一班 那船一定要預約 像現在是黃金一種 如果沒有預約的話 是沒有空位的 所以 像我是先在網路上預約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很早就預定好 那你可以線上刷卡 或者是還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方法 就是在日本的便利商店付錢 一個人3000塊日幣左右 機車的話大概也是3000塊日幣左右 汽車的話大概1萬5左右 那可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是租的汽車 我們沒辦法在北海道還 也就是說你還要再搭回來 在這邊還才可以 假租已還就是不包含北海道 好 現在已經在廣播了 待會兒我們要上船了 我覺得我好像在釣魚喔 你現在拉到了嗎 一本釣喔 一本釣 拉丟鮪魚 拉丟鮪魚 還有寵物室喔 寵物室 可是你是帶寵物的 還有狗也有專用室 你看 尊絕不凡 對啊 這個是 卡車司機專用室 你看卡車司機還有專用空間 VIP 尊絕不凡 像我們就是做這個 通鋪的 日本啊 有電梯 有電梯 販賣部 販賣部 這就是課金式 就是你課金了就有而已吧 無障礙優先 你看他們真的 設想的很好 然後前面 我有我 撞到鮪魚了 撞到鮪魚喔 400公斤而已 等一下夾菜 OK 接下來是一個半小時的 嘔吐時間了 大家要撐住啊 撐住啊 看誰先倒啊 看誰先倒啊 好嘞 看到叶嶽到啊 看誰先倒啊 好嘞 看誰先倒啊 看誰先倒啊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UNNY RIDE 風有過大,而且北海道的開車好快喔 靠北,我們剛剛一路我都已經吹到底了 後面還是要死 沒錯沒錯,我覺得北海道的人 因為移動距離都很長 對,然後開車特滿兇魂 沒錯 我說真的,我現在開始有點覺得羨慕 林山的 對啊 高速駕騎起來夠力 當然,肥話,這兩倍的 對 好啦,我們來問一個比較真實的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缺點呢 缺點喔 講一些真實的嘛 老是在POMOE,聽起來實在太業配了對不對 在高速駕路下就是一直撞風 沒有風景啊對不對 要一直撞風,然後也比較利嘛 所以被橫風吹的時候會比較怕一點 好啦,OK啦,那接下來要去哪裡呢 接下來我們要往洞爺湖 洞爺湖 我們其實墓地是要去TOMACO買 站小墓 但是中間會經過洞爺湖 我想說不去太可惜了 好啦,接下來我們剩下那幾天大概就是到雜黃了 然後再等我們的團友 你不付錢,他就在一直吵你啊 這邊還不錯,沒什麼人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那裡有一個陽堤山很漂亮對不對 常常說是蝦夷伏式 以前的北海道叫做蝦夷 然後另外就是大家有看到這個島啊 叫做中島 那我們其實洞爺湖好大一個 它是一個火山湖,火頭湖 也是它其實是一個火山喔 而且這個火山到最近就是到2000年的時候 都還有火山的活動 那邊有很多的溫泉飯店有沒有 而且你知道嗎,這個洞爺湖 四月的下旬到十月底的時候 每天都有煙火大會喔 是每天,對 所以像剛剛我們那個攝影師 還有火花裸剛剛有問我說 他們想來日本參加祭典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就是會有煙火大會啊 那通常都在夏天 可是你要去忍幾忍啊 那像洞爺湖就不用 他們每天都有,一直到十月底都有 我想要在一個湖邊或是海邊 蓋一個那種玻璃湖 然後景觀很漂亮的 洞爺湖這邊 符合我的幾個需求 第一個湖面夠大 就是我可以出去划船 然後躺在床上看夜景 然後遠方的也很漂亮 然後最好有湖中小島 然後最好那個湖中小島是我的 你知道嗎 那不太可能啊 對對對 好啦,我們趕快照片拍一拍 趕快測了 咖啡 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就是 他們JIA中央賽馬協會的算是一個基地 這個馬不是隨便的馬都可以跑 他是有血統的 對 反正我知道馬的品種是很重要的 所以讓你看到那個馬是不是覺得他長超帥的 其實我看到好幾種不同的 像這個齁 他背上的毛特別長 而且看起來腿比較短 馬有很多馬 山也很漂亮 桜也很多 海也有很多 海也有很多 例如什麼呢? 海也有很多 魚也有很多 蟹也有很多 接下來就是要拍一下他們這邊 引以為傲的櫻花人 我們先把車子拍完 我們就來去吃一下 那希望台灣的大家要來符合這邊玩喔 大家有到的話 很好 我們也會坐 好